迎接虎年的元宵节呢 新北市的中和区公所发送新北小提灯 今年这小提灯是以三位虎爷将军为主角 搭配了多款共荣性游戏场的游具配件 可以让小提灯的玩法更加的多元 元宵节即将到来 中和区公所发送新北市虎年小提灯 发放前一个小时就有许多民众 在公所外排队等候领取 今年的发送时间正值开学后 排队民众中有许多是阿公阿嬷 要来帮金孙领提灯 还不是为了孙子 还为孙子给他那个高兴 那个延宵嘛 孙子现在几岁 差不多一个一个 三年级一个三岁而已 喜欢啊 他们都去拿 拿那个在那个阳台那边跑来跑去 恭喜新年 恭喜平安健康 新年快乐 生意哦 时间一到中和区长赖俊达 亲自为市民朋友送上小提灯 碰上亲自领取的小小市民 公所还会贴心加发造型小气球 让小小孩有现成玩具可以玩 公所附近的幼儿园 每年固定带小朋友排队 领取自己要组的提灯 因为我们学校也有这种主题活动 然后学校在对面而已 会让他们带回去 然后增加亲子的那个和乐 然后还有亲子创作 回家动手做这样 是是是是 新北虎年小提灯主角 有别称金后鸭的金虎爷 与黄虎将军和黑虎将军 还有中和圆山公园特色藤蔓秋千 以及翘翘版的配件 可以组装成共荣性游戏场 提灯玩法丰富多元 这个金虎爷这样的小提灯也具有巧思 然后我相信可以融入了整个 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 也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 燕消节的这样的一个喜剂 国内疫情持续变化 公所才多点多时段发送提灯 缩短排队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赢好运也能健康赢新年 天小姐快乐 天小姐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厌 赞 订阅 厌 赞 订阅 厌